山药健庇养胃,营养丰富 特别是在这个春天展开的季节 要给孩子多做一些吃 今天分享一个用红枣和山药做一个好吃的小饼 准备好的山药清洗干净去掉外皮 然后切成薄片 切好后放入蒸锅里 红枣也一块放入蒸锅里 大火蒸15分钟 蒸好的山药倒入大碗里,压成泥 压成泥汁后加入100克的低筋面粉 用筷子搅成絮状 揉成没有干面粉的面团 放在一边静止4分钟 在中间把蒸好的红枣倒入嚼肌里 搅成红枣泥 搅好的红枣泥用勺子挖一勺放到手里 搓成圆形 全部搓好后放到面板上 接下来用手揪一块三样的面团 面团要比红枣球稍微大一些 团成圆形按扁 再用手捏得薄一些 做好的红枣球放到中间 糊口收拢的方法把口包好 用手搓光滑再按扁 蘸一个饼培就做好了 电饼秤用在刷油 把饼培放到电饼秤里消火烙至 上面蘸黑芝麻增香 在蘸芝麻的时候擀面上蘸一些水 等到饼段表面定型 手上使用油锁住水沸 一面烙至金黄色翻过来烙另一面 中间要多翻弄几次 烙至两面都这样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 外皮酥脆柔软香甜 再加上农业的枣香味 真是太好吃了 营养于健康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 谢谢大家的观看